父子冲突是为了让老牧场起死回生 亲子DIY工厂开放参观 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 然而从前工厂却不是长这个样子 三十年前台中厚礼丰元一带 是台湾木制家具的外销重镇 看准商机 周燕明把基隆的工作辞掉 到这里创业 好的那个时候你做了 做了跟牛一样知道吗 晚上还要加班 加班里面累了还靠在墙壁又不能休息 做到那个程度 手指被计较 结果日本客户又来 你怎么手都包起来 我说我的手背就断 日本人说反正很肯定 但代工命运掌握在他人手里 病单说没了也就没了 日本的厂商 跟我们贸易商带着我们师傅到对岸去设厂 这对我们打击非常非常大 每天都一个人 每天八点准时就在工厂开门 看了所有的机器看一看 动一动摸一摸之后 大叹一口气关下大门 那一幕一直在我心中历历在目 周信宏打算开放工厂参观 却遭到父亲强烈反对 工厂都是解决参观 静止进入 那个时代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他要把我的门打开 让人家自由参观 那这些这个就痛苦很大了 那时候光这个概念跟父亲抗争的 就快抗争了两年 幸好有妹妹办合适老 就当他们沟通的桥梁 我爸就比较听我的话了 周信宏跟妹妹到处发传单 吸引游客上门 两个老师带着一群小朋友 就站在工厂的门口 等着他开门 父亲就眼睁睁盯着他们 每个人都走进去之后 再把工厂大门关起来 我被他那个动作真的弄得快要 他又好笑又好奇 慢慢了解到这个 是可以攻入这个小学的户外教学市场 不过一场台风 又将老牧场打回原形 整整半年是没有生意的 整理好所有的东西 就拎着两个皮箱到台北 去跟陈品书院提案 摊在桌面上 所有的采购都傻眼了 你们要来做什么的 我们这边不是地摊 这里是书店 你的东西没有包装 是没有办法迈进来的 他找人设计包装 研发商品 十一个月后 终于打开通路 今天来了很开心 我们就挑了那个 弹珠台跟书架 想要回去装小朋友的书 因为不服输 这一家人才终于让老牧场 重拾往日融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